第六十八集 山林间静悄悄 又向前走了十几里 叶范与庞博 看到不少基石与瓦砾 草木也难以完全遮盖这些废墟 以一击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终于确信 并不是所有的胸前满手都逃走了 他们在几处地狱 都看到了不比玉角蛇弱的 强横生物 皆半躲在洞穴中 焦躁不安 就在这个时 废墟深处沉闷的声音 再次响起 叶范与庞博 顿时感觉心中遗产 像是有什么东西 抓了他们心脏一下 一阵剧痛 两人的体质远超过常人 依然有不适的感觉 两墙后退了几步 才稳定住身形 脸色一阵发白 皆感觉有些惊惧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有没有觉察到 这种沉闷的声响 间隔越来越短暂了 不仅如此 两人还感觉到一股 无比磅礴的生命气息 自废墟深处传来 你有什么想法 我有一种很荒谬的联想 我觉得像是某种强横的生物 沉睡无尽岁月后 正在慢慢苏醒过来 磅礴露出吃惊的神色 你该不会是说 那沉闷的声响 是他的心跳声吧 就在这时 破空之响不绝于耳 接连十几道神红 划破长空 冲向废墟深处 看来临续洞天的长老们 都被惊动了 正在陆续向这里赶来 此刻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天空中繁星点点 两人再次前行了树里 不知不觉间 来到一片破败之地 这里寸草不生 完全是一片焦土 只有裂开的基石 以及碎裂的瓦砾 其他什么也没有 在夜色中 这里透发着一股神秘的气息 有淡淡的黑雾在缭绕 都已经过去数千年 上万年了 这片遗迹中 怎么还没有生长出植物 只是有些怪异 撑得上一片不毛之地 鸟都不拉屎的地方 庞博有些不满的嘀咕着 他这时感觉有些饥渴 想摘些野果子 撑鸡都不能 他刚说完这些话 突然被一股巨力撞在身体上 亮亮强强 哭咚一声 摔倒在黑暗中 叶凡沉默结舌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磅礴 蹭的一声跳了起来 回头观看 多时感觉头皮一阵发麻 快速后退 就在前方 一具冰冷的尸体 静静地横在那里 老皮包裹着骨头 犹如干枯的木柴一般 竟然是一具干尸 这 怎么回事啊 哪来的干尸啊 庞博感觉有些发毛 莫名其妙被一具干尸砸中 任谁都要感觉不安 叶凡也惊疑不定 他刚才没有看到尸体是如何出现的 他们不断向寺外打量 这片胶着的废墟一片空旷 除了地面的瓦砾外 什么也没有 但越是如此 越让人感觉心中难安 这里是一片被废弃无尽岁月的谷地 或许真的存在着一些不干不净的东西 天色越来越黑 星光暗淡 废墟周围一片漆黑 有淡淡的雾气在缭绕 怎么阴森森的 越来越寒冷了 庞博有些心虚浑身冒凉气 这具尸体到底从哪坠落出来的 我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叶凡觉得有些不妙 此地不宜久留 住什么鸟的地方呀 怎么这么邪门 庞博低声说道 极被嗖嗖的冒寒气 碰着一声就在这时 庞博再次被砸翻在地 他一咕噜爬了起来 再起身边又多了一具干尸 谁 是这么没功德心啊 怎么乱丢尸体 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 两个人浑身发凉 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不断地扫尸四周 两具干枯的尸体横在地上 尸上粘着一些衣物 轻轻碰触一下就变成了粉末 也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了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出来 碰的一声 又一具尸体出现 将庞博撞翻了出去 你大爷的 看我庞某人好欺负是吧 庞博在惊惧的同时 有些愤愤不平 叶凡就在旁边 居然没有挨砸一下 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赶紧出来 叶凡迪贺 哄的一声 古老的废墟 突然发生了一阵大地震 将叶凡生生地先飞了出去 而庞博也狼狈不堪 翻滚出去很远 碰碰碰的 这一次 不光是庞博 就是叶凡也连连遭受撞击 一句又一句的古尸从天而降 将两人砸翻了出去 如果是寻常的血肉之躯 此刻恐怕已经骨断筋舌 也就是他们两人体质超长 才没有发生危险 地面上出现了数十具尸体 这里阴气森森 寒冷刺骨 像是坠到了冰窖中一般 两人一阵发毛 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 唰的一声 就在这一刻 叶凡感觉自己的后背 所有寒毛都倒竖了起来 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飞快接近 他头也不回 急忙地向前冲去 而后又快速地横移 身体躲向一旁 驯如闪电 两道绿油油的光芒 与他擦身而过 停在了数十米外 像是鬼火一般 不断地跳动 与此同时 这片废墟漆 漆黑如墨 伸手不见五指 天空中的星辰都被淹没了 再也看不到 弄鬼了 弄鬼了 庞博下意识地 向身边摸了摸 可惜大雷音寺 通便没有带出来 此时此刻 除去那两道 绿油油的光芒外 他们什么也看不到 一股黑雾 彻底将整片废墟覆盖了 两团绿光 分别能有脸盆那么大 像是两团鬼火 又像是一对巨大的毛子 在黑雾中阴气森森 真有不感不尽的脏东西 叶帆与庞博 顿时紧张起来 这一次 两团绿光移动速度非常快 眨眼间就来到了近前 依然是扑向叶帆 庞博想要帮忙 但是却被四五具干尸 砸飞了出去 绿光速度越来越快 完全锁定了叶帆 在其周围 忽左忽右 最终光滑一闪 两道绿光消失不见 全部没入他的身体内 叶帆 庞博惊叫 但是却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切 同一时间 叶帆感觉苦海那一片冰寒 像是被冻结了一般 他急忙运转 道经所记载的宣法 刹那间 有一点金光绽放而出 海啸的声音爆发而出 叶帆的苦海 化成了一片金色的汪洋 再汹涌澎湃 将两团绿光卷上了高天 轰的一声巨震 两团绿光如寿惊一般 自叶帆的苦海冲了出来 远远的躲避了出去 与此同时 叶帆的苦海 刹那恢复平静 一点黄豆力大的金光 像是神灯一般定在那里 绿光速度极快 冲出叶帆的苦海后 直奔磅礴而去 眨眼间没入他的身体内 庞博只来得及咒骂了一句 而后便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这让叶帆大吃一惊 快速地冲了过去 庞博 你怎么了 然而还没有等他来到锦前 庞博便翻身坐了起来 双目变得绿油油的 瞬间站起 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 像是野兽一般 冷冷地看向叶帆 足足地盯了数分钟的时间 才一开目光 你到底是什么 离开他的身体 叶帆低河 哄的一声 就在这时狂风大作 整片废墟飞煞走尸 黑雾汹涌 庞博站在那里 乱发飞舞 而后突然大步离去 周围数十具古尸 全部漂浮而起 跟着他一起飞向了 废墟深处 这里瞬间恢复清明 漫天星辰 重新出现在苍穹上 远远可以看到 磅礴如飞而去 周围黑雾弥漫 沉沙翻滚 裹带着数十具古尸 渐渐地远去 叶帆大叫了一声 磅礴 脉步在后面 注意了下去